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新政策获得最高法院解禁之后 反对者予以抨击 有社区组织建议正在领取公共福利者 不要急着取消福利 而先要找法律顾问 梁秋玉再报道 加州众议员邱进福发声明称 最高法院的裁定清楚表明美国不再接纳疲惫贫穷 以及在困境中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 公共负担政策是残酷的 并强迫有色人种陷入贫困 而美国梦只属于那些与我们总统享有同样特权的人 加州将找出解决方案 以保护和提升州内为我们建立经济 并使国家变强大的庞大移民人口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则表示 特朗普总统的公共负担政策 是对移民社区的侮辱性攻击 旨在使弱势居民要在需要关键服务 或留在美国之间进行选择 尽管我们不能阻止联邦政府实施新移民政策 但仍会继续竭尽所能支持居住在本市的移民 并将继续为弱势居民提供重要服务 华人权益促进会专责公共负担资讯的冯鸿美则建议 目前有领取公共福利的人无需立即取消 可先找法律顾问咨询个案 我们亚裔的社区所知道就是说 在三月份最高法院还会就是在聆听 接下来所有的一些一些一些arguments 所以我们的提议就是说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移民法律 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可以得到法律方面的咨询 不要就是轻易地采取一些比较就是 全面性的一些可能就是取消自己的福利 或者是不去申请自己可以就是领得的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权益 26台记者梁秋玉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D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DSF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